卓越保管商呈現 自負通市場脈搏 是由卓越保管商 贊助播出 歡迎大家收看市場脈搏 今天還有嘉賓Alex 跟我們討論私營保管商 如何營及市場需求 Alex,你好 你好 Alex,香港的打工仔 一至五都要上班 但銀行的保管商 星期六日休息 要去保管商的話 真的要請假去 傳統的銀行 平時的營業時間 大部分都是平日下午五點 就會關門 假日就會休息 打工仔其實不容易去安排時間 私營的保管商 有一個較長的營業時間 好像我們一樣 是朝九晚九 年中無休 打工仔可以在放工後 或者節日假期 使用我們的保管商 時間上可以非常彈性 之前我們都說過 香港的保管商 真的供不應求 分分鐘排一個保管商 要排幾年的時間 還要是銀行的特選客戶 真是一箱難求 有些銀行會要求客戶 要有高額存款 或者購買理財產品 才能夠成為特選客戶 申請加入保管商的輪候策 但私營保管商 多數都沒有這些要求 任何人士年滿18歲 並持有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 就可以馬上開戶 手續簡單方便 即租即用 我自己也有租用銀行的保管商 我曾經試過的情況 就是同一時間 有幾個客戶一起開箱 沒有獨立的房間運用 有些金庫的空間 是比較小的 通道又很狹窄 所以會經常出現很多組的客戶 同時會在金庫裡的情況 私隱度是嚴重不足的 要避免這些不方便的事情 就要找一些寬敞的保管商金庫 而金庫內設有獨立的房間 讓客戶使用 這些獨立的房間 是全金庫裡唯一 舞弊路電視的地方 讓客戶可以在絕對私隱 不受干擾的環境之下 處理私隱物品 我們公司也可以讓客戶預約 能夠享有獨自使用金庫的時間 同時也不會有多過兩組客戶 在金庫內 另外又如何保障客戶的私隱 令他們用得放心 還有我想問 有哪些人可以接觸我租用的保管商 我們公司不會過問客戶 存放了甚麼物品 在保管商裡 亦不會向任何人 洩露客戶的身分資料 這樣才能令客戶 安心地享用保管商服務 除了客戶自己和職員之外 其他人是不會接觸到 已經租了出去的保管商 客戶每次進入金庫 都需要由我們的職員去陪同 和作指模認證 同時保管商的電腦監控系統 會無間斷地監測金庫內的情況 確保了客戶 只能接觸到自己的保管商 也就是說 只有客戶那套已經認證了的鎖匙 才能開啟到 今集多謝Alex 跟我們講解 私營保管商可以提供的服務 我們下集再跟各位觀眾再談